我Clement 和Charles 每一個月都會見一次 在網上討論一套音樂劇 以下是我們討論的內容 Will you just shut up and let me talk? 歡迎來到Monkey & Waffle Stove 一個廣東話的音樂劇 podcast 我是Charles 我是Clement 我是Clement 我知道你幾年前 你是真人地見過 An American in Paris的編舞和導演 Christopher Whedon 是啊 你可否分享一下你見到她的經歷 她是一個非常清楚的 她很清晰地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 不過很有趣 因為當時我知道她 我見到她的時候的原因是 當時是2018年 6月的時候 其實Hong Kong Ballet 會有一個Triple Bill 他們會跳三隻舞 其中一隻就是 Chris Whedon的Rush 因為我知道我會看 而且我會寫一個評論 所以我之前看了很多Chris Whedon的東西 就是剛好那時候 我就發現 原來她就是An American in Paris的編舞和導演 也都這麼奇 就是剛巧巧 那時候的5、6月 香港的戲院也播放 An American in Paris 在倫敦的RUN的錄影版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我又去了看 在戲院那裡去了看 An American in Paris 之後我就發現 原來她也會過來香港 為Hong Kong Ballet這個表演 所以她也做了一個SALON的TALK 其實很吊詭的 就是 剛巧Christopher Whedon來香港 那時候 就是An American in Paris 那時候她在香港播放 在戲院播放 所以就好像那一段時間 我還記得是18年6月 那段時間是很含含的聲 很像 Christopher Whedon is everywhere OK 就是好像 戲院有播放她的東西 Hong Kong Ballet有跳她的東西 她自己個人都在 哦 好像也挺神奇 這麼多巧合 是啊 那 但是我想問 這件事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做Research 看回面的 那就是 其實是 An American in Paris 的Producer 跟 Christopher Whedon 說 有一個觀眾跟她說 就是 我以前是不看舞蹈 我不看舞蹈 但是 我看了An American in Paris 之後 我就 就開始 想看回 不是 看回 但是就是 我會去看舞蹈 這樣 那 我一直都有一個疑問 就是 為什麼 我自己都會覺得 好像 An American in Paris 這件事 突然間 我們好像發現新大陸 那樣 就是好像 Ballet突然間 在musical theater 那裡 都會發生了 或者說這兩樣東西 撞擊了 然後我們會覺得 這個好像 跟我們一般看的musical 的東西是不同的 這個是一個ballet show 嗯 那我會問的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感覺呢 When 其實 musical裡面 很早期 我們都有一個element 叫Dream Ballet 而其實Dream Ballet 這件事 在musical 來說 都已經有一段時間 嗯 那我就想知道 為什麼 好像現在 我們反而 還會覺得 Ballet 好像 在musical裡面 出現 其實是異類的 就是好像 好像 我們 我相信 會有很多觀眾 都會覺得 就是說 An American in Paris 那些是 國戲裡面 有很多ballet 但是 其餘那些musical 呢 就 我們就不會這麼著重 這個是有很多ballet 的一個musical 嗯 我覺得那個 觀眾的意思 不是這樣 我覺得他說的 那個分別是在於 你進場看一個 芭蕾舞團的作品 跟你看得出音樂劇 很不同 因為 沒有 通常你進去 芭蕾舞團 看芭蕾舞團的東西 你會 一來可能 未必有現場音樂 嗯 也都 沒有過聽 不會有對白 不會有演戲 不會有演戲 就是 你不會看到這些 什麼叫不會有演戲 什麼叫不會有演戲 就是講對白的演戲 OK 好 還有他們演戲 有很多時候 會 會 那個感覺 跟你音樂劇演戲 是不同的 他們講故事的方式 是 是 是 所以 我想那個觀眾的意思是這樣 他是說 因為 我想 An American in Paris 他 有什麼 以前那麼多 有芭蕾舞元素的音樂劇 不同的地方 是他 真的把整個 concert dance 放進去 音樂劇裡面 是 而這個concert dance 當中是有故事 也有講故事的元素 但是他 講故事的方法 比較近似一個 就是 好像 Balanchine 他處理一個音樂 如何有一個音樂編舞的感覺 多過 像是 一個平時的音樂劇 他會比較著重 這個舞裡面 有什麼劇情 我覺得是有點不同的 還有 這個 這個 我現在想起這個 West Side Story 可能 Mamble 可能 Mamble 他 Mamble 那首歌 你可能會看到 他真的在一個 在一個 Dance Hall 一個跳舞的場地裡面 大家是在跳舞的 依然是 依然是 一個 你很 一個平常人 感覺上 都還是日常生活的感覺 只不過他們是跳舞的 水準再高很多 動作更加困難 我也看這個 Crazy For You 裡面 I Got Rhythm 那首歌 這個不是芭蕾舞 但是他也是 整班人 他們怎樣 由一個 大家開始唱歌 突然之間 不如打敲擊樂樂 不如我們嘗試 拿這些座頭一起玩 一起做什麼 有一個過程 但是反而 And American In Paris 他那個 創作的感覺 就不像是這樣的 就更加更像 你去看一個 巴雷舞團 他一個作品出來 是怎樣 是的 而他的動作 動作 動作編排 是很跟 這個 就是And American In Paris 這個進行曲 應該是 一個進行曲 他的音樂 的元素是怎樣 這個舞會跟著他 是 當然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 劇情裡面 是有一個 芭蕾舞團 所以就要做一個 芭蕾舞團 會做的事情 我想原因是 為什麼 要找Christopher Whedon 剛好 他被選中的原因 就是因為 電影就是 關於要創作一個 芭蕾舞 我心想 如果他的故事 不是關於創作芭蕾舞 是不是就不會找他呢 如果不是關於創作芭蕾舞 為什麼要找他呢 嗯 因為他就是一個 choreographer 那這個 你八路會有很多 一個choreographer 但是他對於花蕾舞團的 創作環境 經驗上 整個氛圍是怎樣 他的經驗 就是 一般的八路會 就是 著重在八路會 到編舞的 編舞家 的經驗會跟他不同 所以他出來 大家出來的味道 是會不同 例如你看 Susan Stroman 做這個 Little Dancer 他找了 New York City Ballet的首席 Taylor Peck 去做主角 是 他編的那個 芭蕾舞的味道 也是不同的 就是他編的那個 芭蕾舞的味道 也是不同的 一些動作 怎樣編 怎樣跟 那些舞蹈員 去溝通 事情怎樣去排 是 整件事出來的 那個味道 那個感覺 那個質感 完全不同 我覺得是 嗯 是啊 嗯 嗯 加上這個 嗯 他這期也請了很多 專業的芭蕾舞蹈員 去做 不單止是首席 我想 嗯 他們請的人裡面 他們 有很多 一個 請的舞蹈員裡面 有很多 是有 company background 是曾經是 做過這個 我相信 我沒有做深入調查 我相信他們有很多 是曾經是 做過一個 未必是一個 巴雷舞蹈團的團圓 可能是一個 當代舞的團圓 總之是有這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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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經歷 怎樣去 怎樣去 跟一個 你說著 你說著 Soul Stroman 不是啊 我說著 你說著 An American Paris Soul Stroman 就會請回多一點 白魯會 背景的人 明白 我覺得 至少 An American Paris 很肯定 就是 男女主角 是一個 Robert Fairchild 就是 New York City Ballet的首席 是啊 那時候 那時候還是 那 那 Leanne Cope Leanne Cope 就是女主角 她就是Royal Ballet的 first artist 那時候 那兩位都已經 不再是團圓的人 是 但是 就是要去到 做了 做完了 An American Paris 之後 他們才離開團圓 嗯哼 所以很有趣的 他們 做An American Paris 的時候 其實他們 都還是在團圓裡面 是 但是 但是 我也想探討好一件事 就是 學你要這樣說 就是說 因為 如果我們說Story Ballet 或者是一個Ballet Ballet 和 Musical With Ballet Dance 是兩件事 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可以 確立了 就是說 其實 我們可以這樣分開 Ballet Dance 和Musical 始終和 Ballet Ballet 一個 沒有唱歌 沒有說話 的一個 Dance Show 是說故事的 是兩件事 但是 我會說的就是 應該這樣說 我們這樣分開了 但是 他們可不可以 還是 但是 Broadway的History 裡面 我們都很明顯 看到 就是說 其實Ballet Dancers 和 Ballet Dancers Ballet Choreographers 和 Musical的關係 其實 在整個 八老會的歷史來說 他們是沒有 沒有 Disconnect過 是啊 沒有 Disconnect過 我們沒有 Disconnect過 那你想 那你想 呃 完了 An American Paris 你覺得 會不會 有一個 新的 浪潮 就是 Ballet Choreographers 會再 到 或者 再 編 已經有啦 已經 Justin Peck 來到這個 不是 不是 是 編舞 已經是一個例子 對啦 但是 Carousel 是很 怎麼說的 Carousel 是很 明顯的 什麼意思 什麼是明顯的 因為 Carousel 它本身就是 Agnes DeMille 你本身就是 Ballet 所以 你找一個 Ballet Choreographer 去編 Carousel 是很正老的 我在說 會不會有 新的 Show 全新的 或者 或者 一些 Musical 我們以前看的 不是 Ballet Dance 而 我們會 不如 今次 我們做一個 Revival 就是找一個 Ballet Choreographer 還是 Ballet 有一個 局限性 而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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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一部電影或編一部電影 你要看到劇和故事的需要 例如這裏他特意加了巴雷舞團 進入這個故事裏面 因為原先電影不是這樣的 所以他才做就到 即是更加做就到 我們可以更加賣這件事 更加著重在這一點 請一個巴雷舞團的人來來 編 還有這件事又是一個 period的事情 你會令我想起 如果這個故事是當代的話 那巴雷舞又怎樣融入去呢 我不是說不行 即是 無限想像 可以做些什麼新的事情 為什麼要巴雷舞呢 因為巴雷舞 因為現在我們看巴雷舞 其實如果我們現在因為鑑於疫情 其實Royal Ballet 之前New York City Ballet 就有把Spring Digital Season 放上網的 現在沒有 但是之前 現在Royal Ballet 都一直有把他們之前的 repertoire 放上網 那很明顯 除了跳classics之外 其實 巴雷已經去了一個位置 就是他可以說當代的故事 如果我們 甚至乎我們去看到 例如英國有個很出名的 巴雷舞編舞家 我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叫他 巴雷舞 因為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他不是巴雷舞的 那叫Matthew Born 那Matthew Born 就更加是 我想應該是 頭 我想是頭一陣是把 巴雷舞這件事 把他的所謂的 古典殿堂的那件事拆掉 就是說 這件事不是 第一件事 它不是一個museum piece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它不是一個 舊的東西 不像Shakespeare 好像在Globe 做Shakespeare 或者傳統RSC 表演Shakespeare 那件事 其實這件事 我們可以用這個language 去說一些很relevant的東西 那我相信 當年的Balanchine 當年的Jerome Robbins 絕對 都是在探索這件事 所以我才會問 那接下來的musicals 你猜 或者你期不期待 會不會有多些巴雷舞 沒有編舞家 真的是編巴雷舞的人 其實是可以再更加多些去進去 去編一些 我們以為 其實 他 是 不是巴雷的東西 但是 他可以 做到 其實Matthew Born 都已經到過一套音樂劇 不是到 就是編過舞的 Mary Poppins 是啊 但是 他是跟Steven Mears 但是你說巴雷有幾個巴雷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好問題來的 就是說 要整班人都可以做到on point 或者 例如 Matthew Born有些巴雷 例如 我想 就算我 Swan Lake 也好 有些動作是 比較 是一個 reinterpretation 或者一個 去 製造了 把這些位置變得不同了 跟傳統 巴雷舞不同的 跟著 去到 Balanchine 他可能 就是 他配合自己的 音樂背景 配合自己的 音樂背景 去 變成 他編舞的時候 是 由音樂出發 去編舞 出發 去編舞 整個 approach又不同了 所以你說 找一個巴雷 編舞家 編一個 音樂劇的舞 我覺得 不是 不可能的 但是 究竟電視要怎樣 是不是要怎樣 就是 你會推到另一個高峰 是怎樣 例如現在 West Side Story 整件事已經變了 不用Jerome Robbins的舞 你已經看過了 我知道 他的舞是完全不同的 整件事 又是一張 但是 但是 我可以 arguer少少 就是 他始終 不 應該這樣說 他為什麼不用那個舞 不是因為 他覺得 Jerome Robbins那些事 過時 而是因為 他 導演主導 他看到這個故事 可以有一個新的角度 去 切入的時候 他的舞 就要改了 嗯嗯嗯 就正如你所說 我覺得 就是 究竟 你的 音樂劇 故事 怎樣說 用一個 即是 我有劇本 那你編舞 其實就是 動作上 語言是甚麼 所以 故事怎麼說 那個語言 你便要找一個 正確的人去做 Robbie Fairchild 他呢 是做完這個 An American in Paris 之後呢 就做過Brigadoon 和Chorus Line 兩部音樂劇 而他都離開了 New York City Ballet Leanne Cope 他也都離開了 Royal Ballet 和An American in Paris 做了百老會 做了倫敦 的版本 也都做了 這個亞洲的 巡迴演出 他現在呢 就 應該聽聞 他是 有一套新的音樂劇 做 他現在呢 在這個 疫情期間 他在IG上 是有一些新的 搞作 是的 但是 有一件事 是很特別的 你剛才說的 IG上面 那件事 就是 如果你有 追蹤 Leanne的 Instagram 他現在 因為 英國 禁止 所有劇院都停了 他就開始在他的IGTV 那裡 他們就有個 叫做 In Conversation 那他就 在他自己的家 就 through IG 就跟他的 那些 ballet friends 定時 可能 一個星期一次 或者是 一個星期兩次 就會跟他之前 合作過的人 或者是他 在巴雷毛界裡面的 熟悉的人 他們就會有一個一個小時 的 conversation 很有趣的 就是 在我們 你剛才聽過我們的 discussion 我們錄完之後 就剛好 在我們現在錄這些 在我們現在錄音的時候 之前的那個禮拜 就是剛剛那個禮拜 就是 他一個禮拜內 連續跟Robbie Fairchild 和Christopher Whedon 單獨地都有他們的一個conversation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上去IG那裡去看 去follow Leanne Cope 但是你要知道 她是 很有趣的 她的IG 是private 但是如果你按follow的話 她也會讓你進去 但是如果 對 如果你想知道 多些關於 Robbie Fairchild的背景 或者是Christopher Whedon的背景 你絕對絕對想去Leanne Cope的IG那裡 去看她的IG TV 然後就聽她 是極度地珍貴 以及極度地有啟發性的 因為知道他們的想法 為何會偽然去take up一個musical role 然後他們為何會再想 為何會離開團 或者是Christopher Whedon 為何一個英國的 原先是在Royal Ballet School 訓練的dancer 為何會突然間 反而是在New York City 反而才是她的黃金時期 你們都可以聽聽 最最最特別的 就是我現在才知道 因為聽了Wedon的那個interview 才知道原來她是曾經 和Jerome Robbins 是有合作過的 而亦都是她是有份做 這個Weather Story Suite 這個是我現在才知道 另外一件新的資訊就是 Christopher Whedon 她本身在這一年 她是會開一套新的音樂劇 關於Michael Jackson 但是鑑於疫情的關係 他們要退到下一年 也都宣佈了下年 會是第一個宣佈下年 四月重開 到時開不開到 那是另一回事 都十分之期待這個 就是導演 她現在越來越多新的作品 她做一套新的Full length Ballet 那 是的 所以她有了音樂劇的導演經驗 有這麼多編舞的經驗之下 究竟會誕生什麼新的作品出來呢 我想大家都會舉小觸目的 非常期待 因為如果你要知道的話 其實Christopher Whedon 只不過是在她的人生裏面 只不過是編了三套Story Ballet 但是如果你有看Alice in Wonderland 之後她去做An American Paris 之後她同期的Winter's Tale 你就會發現她進步了很多 然後現在幾年之後 她在來一個新的Royal Ballet Story Ballet 對於我來說 我會密切留意 這一集就是我們討論 An American in Paris 最後的一集 下一集我們就會討論另外一部音樂劇 如果想欣賞An American in Paris 2017年倫敦West End 演出 可以到Broadwayhd.com 觀看 好 好